使用扣账卡和信用卡有什么区别 何者会更安全 扣账卡是与银行储蓄或来往户头相连 所以使用卡的每一笔交易都会从自己户头内扣除 任何使用扣账卡进行的非法交易都会直接导致钱从账户流出 信用卡发卡机构是根据个人信用记录和收入来给予额度消费 信用额度是发卡机构的钱 即使被盗刷也可提出申诉确保银行账户不会破财 信用卡三大优势 1.欺诈和盗窃保护 信用卡实在用未来钱这提供额外的保护 2.消费争议 若使用信用卡可向发卡机构提出争议 虽然一样虚实解决但交易所设并非自己的钱 3.购物保护 一些信用卡附带购物保护计划 在某些情况下若商品被盗或意外损坏 可获赔偿 信用卡安全功能 移动态CVV 是银行应用程式随机生成的代码 使盗刷变得更难 2.虚拟卡 由银行提供与信用或银行账户相连的一组随机生成16位数字 让你在不需出示实体卡的情况下 只需提供一组数字就可以进行支付 其实信用卡是蛮安全的 但要有节制 避免不理性消费 否则会让你的财务更糟哦 好 不